各位家長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的教學影片 最主要都是想講述 怎樣可以好好利用 我們明天將會推出的免費教材 今次我們的免費教材內容 就是主要訓練怎樣做減數 我們上一個星期的免費教材 我們推出了怎樣去讓星兒 學會怎樣做加數 所以如果家長錯過了 記得去我們的Facebook Page 你將會看到我們有一張藍色的Poster 你會看到我們怎樣做加數的訓練 而今天我們最主要就會講解減數的訓練 其實跟加數的訓練是非常相類似 但重點上一次教材內 加數的話我們就會教星兒 我們要加圈圈 而減數你會看到我們 有一個視覺提示 或者是比他們更容易掌握的概念 就是減數就是拆除圈圈 你可以是打交叉 又或者是拆除圈圈的做法 都可以 跟上次加數的訓練條相類似 不過分別就不再加多一個圈圈 而是拆除了一個圈圈 第一件事 我們同樣地都有不同的訓練階段 給小朋友逐步掌握 繼而提高他們的成功率 第一件事 你會看到我們先需要他 只是擦走相對的數字 所以一開始的5這個數量 我們一早就已經給了他 然後他減2的話 第一題 可以先做一個示範給小朋友 他相對地就會擦走兩個圈圈 下面開始了 小朋友可以自己做到 例如說減4 他看到4這個故意擀住了 就代表他需要完成的部分 他就可以擦走四個圈圈 如此類推去做 當他能夠掌握到這些階段 知道後面的數量 相對地可以擦走相應的數量 我們就可以來到第二階段的訓練了 你看到第二階段訓練 就是我們第三版展的這裡 他兩個數字我都擦起了 代表就是兩個部分 都需要自己小朋友獨立去完成 他要看到一開始的基數是多少 例如5 他要先畫了5個圈圈 接著減3 他就要自己擦走3個圈圈 如此類推 他也需要很留心 看看一開始的基數是多少 將而是減多少的情況 當他能夠看清楚題目 去畫相應的基數 去擦走相應的數量 之後 我們就會再進入第三個訓練階段 第三個訓練階段 是什麼呢 就是當他有一個基數 之後 他再擦走了之後 他就要數剩下來的圈圈是有多少 例如這裡我們有5個圈圈 他首先畫了5個圈圈 接著他要塗走4個圈圈 只剩下一個圈圈還沒塗 他就要把總的答案寫下來 你會看到我們是慢慢一級 這樣去增加這個訓練的難度 我們也都叫做Task Analysis的方向 當然你會看到 我們通常坊間 一去做的一些數學練習 都會有這些題目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給這些坊間的數學來的小朋友練 可能他們是未能夠掌握到 究竟是怎樣去做減數 也都可能是需要有很多的輔助 但是如果 依靠著我們這一份教材 逐步按階段 跟你的小朋友練習 相對地他真的能夠完全透徹地掌握到 究竟應該是怎樣做 所以去到最後這一步 我們就會好像參考坊間的一些 數學的練習題目 給他一些簡單的損失 他需要自己去做 但是當然 好像上次加數的訓練一樣 我們中間也有加多一些空位 讓他可以寫一些圈圈的情況 亦都是幫助他的組織方面 加上如果是有信心你的小朋友 其實是可以自己獨立地去完成 亦都可以把這張紙 就這樣去給你的小朋友 當是一個獨立工作節這樣做 亦都可以練習到 他自己能夠在不需要有人三催四催 監督著他的情況下 他都能夠自己獨立地去做功課 當然 減數的概念可能是比較深奧一點 所以 我這次就沒有去到要十位減的情況 最多的基數都是去到五 但是 如果你的小朋友能夠應付到 比較進一步的 比較進加的訓練 當然 家長也可以再增加難度 給你的小朋友去做訓練 所以 變相 先學了加數的訓練 當你的小朋友掌握到的話 就可以開始陸續做一個減數的訓練 也可以提醒家長 可能 這個整份都去做減數 你的小朋友可能會很習慣了那個模式 所以他一看到這個題目 他就已經懂得 他可能是把那個圈圈插走了 但是 記得 當兩個的概念都分開練習了之後 其實也可以把加數和減數的這個概念 夾在一起去做 所以他就要真的看清楚那個題目 加數的話 他就要畫圈圈 然後就要總共多少個圈圈數出來 減數他就要插掉那個圈圈 所以這個也可以是你完成了這份教材之後 然後就用一份打亂了的一個方向 又有加數又有減數 在同一張工作紙上可以和他練習 但是要設計設計 就一定要分開兩個的概念 都認得非常之好 變相可以自己獨立都完成了 才可能是把兩個加數和減數的概念 都亂去和他一起去做練習 上次其實也有說到 做加數的訓練也有很多前期的基礎技巧 相對地做減數的訓練也一定同樣的 也是有那些的 基礎技巧包括他懂得數數量 他懂得認識一些數字 也有相對地的讀能力去來 他懂得圈圈五個圈圈 這些情況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有做到數數量的教材 可以去到我們的Facebook 找回那份免費教材 亦都相對會幫助你的小朋友 明天我們將會推出這份免費教材 教長記得不要錯過 在我們Facebook那張Poster留言 你就會自動獲得這份教材 可以在家裏和你的小朋友多多練習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